NBA联盟是全世界篮球的最高殿堂 对于每个职业篮球运动员来说 登陆NBA是职业最大的梦想之一 NBA不仅充满着激烈的竞争 铁血的肉搏 挥洒的汗水 致命的绝杀 完美的配合 除此之外 这个联盟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下面让我们来盘点下那些令人动情的感人瞬间 1.1991年 乔丹首次夺冠 抱着奥布恩贝勒类的瞬间 此后正式宣布非人登机 开启宫年王朝2.1997年总决赛迎来了季武 乔丹在前乔丹患上了严重的流感上吐下泻几乎虚脱 但他仍然坚持上场 全场乔丹都是虚弱的撑着身子 但是却屡次命中关键球 最后命中三分转绝杀 赢下天王山之战 在后皮鹏拆扶着虚弱的乔丹 那一刻 上帝也不过如此 3.爵士双雄遇上巅峰公牛 两侧相遇 都杀雨而归 不是他们不够努力 只是对面是乔丹 赛后 斯托克顿抱着马龙哭泣的场面 实在令人难以忘怀 一生注定与总冠军无援 成为NBA不朽的悲情英雄 令人惋惜 4.2000年总结赛 活人对步行者 赛后 奥尼尔背着科比走出球馆 曾经的OK组合 琴同手足的兄弟 5.76人之子 爱福森回归费城 这个183的小个子 回到他曾经效力十年之久的城市 熟悉的主场 熟悉的球迷 熟悉的呐喊 当他跪地亲吻的瞬间 实在令人动容 6.It is OK Nesh You can go 包含的太阳球迷 对老纳的无限的爱 风之子带领太阳所向披靡 自己更是两届MVP 无奈从未燃止总决赛 也许NBA真的欠那时一个总冠军 7.13年总决赛 邓肯怒拍地板 到手的总冠军却未能把握住 那一拍 心碎的何止邓肯 还有很多球迷都痛心不已 此刻不知道邓肯心中所想 但是满满的自责一语言表 8.2003年 胡人主场 科比拉起乔丹 并小锤乔丹胸部 开心得像一个孩子一样 从此新老三位完成正式交接 9.2016年 骑士在1比3落后的情况下 逆转勇士拿下总冠军 在牺牲中离开克利夫兰 又在叫骂声中回到克利夫兰 詹姆斯承受了太多太多 包括指责 骂骂 批评 愤怒 在赛后采访中 洛布朗用尽全力大喊 Glieland This is for you 为骑士拿下第一个总冠军 此刻 詹姆斯动情流泪 10.2014年11月20日 骁力辉雄的卡特又一次回到了多伦多 这时的他已是37岁老将 比赛中暂停时段 现场大屏幕播放了特地为卡特而制作的短片 全场球迷尖久不息的为卡特鼓掌来致敬周围老将 此刻 多伦多之子 这座城市的图腾 再也无法抑制银里的泪水 11.2013年总决赛第六场 比赛还胜最后19秒的时候 麦迪低头紧紧拉着两边队友的胳膊 不敢抬头看这令人窒息的比赛 对于总冠军的渴望 麦迪已经无法用言语形容 此刻他不懦弱 他真的不想错过 可是随着阿伦的致命三分 麦迪梦碎麦阿密 留下了一生的遗憾 12.2010年1月21日 凯尔特人做客挑战比特律活塞 本华莱士在离开后又重回活塞 而拉西格华莱士刚从活塞出走 两人再次球场相见 但感情从没变过 在前他们还是用以前的方式招呼彼此 这一刻 仿佛又回到了曾经并肩战斗的日子 13.2009年4月22日 在客场挑战开拓者的比赛中 穆托姆博膝盖严重受伤 他拍摆地板流着泪的画面 让人心碎 再后穆托姆博拄着拐杖来到更衣室 远角的泪水还没干 所有人上前慰问的时候 穆托姆博满台热泪的说 伙计们 我明天再给你们打电话 不过 我的职业生涯已经结束了 14.2007年12月20日 这国客场挑战劳鹰 阿龙佐莫明在一次争抢中 不幸遭遇右膝病骨肌肩撕裂 现场队一急忙将莫明 排上担架送去医院治疗 莫明知道自己伤势严重 恐就此退役 他咬着牙从担架上下来 坚持自己一瘸一拐走出球场 他说 如果这是我最后一次走出球场 那我绝不能是让担架排出去 我爬也要自己爬出去 15.凯文加内特重回森林郎的主场 一位特殊的球迷开起脱衣舞 扭起肚皮 用最特别的方式 却又最熟悉的方式 来欢迎牵客的回归 这一舞包含了多少深情的爱 16.2009年西部半决赛首战 科比突破时撞到了姚明膝盖 小巨人随后痛苦倒地 无奈被迫退场 几分钟后 姚明在过道里经过短暂的活动后 为了球队胜利 为了自己的NBA总冠梦想 上演王者归来 感动了无数球迷 17.保罗含泪拥抱邓肯 保罗在腿筋受伤的情况下 完成了抛头打板绝杀 经过多年 他终于翻越了马特这座大山 而另外一边 邓肯也安慰着CP3 两人深情相拥 此刻保罗的西决梦 邓肯再清楚不过了 18.詹姆斯回归其事后 客场挑战热祸 与维德相拥一抱 此刻 曾经的詹维连线 曾经携手的总冠军 包含了多少兄弟情 如今在巨克利夫兰 不仅仅是为了胜利 还有曾经的那些青春 好兄弟 一辈子 19.奥多姆 嘿 我是洛杉矶湖人队的奥多姆 完了 我刚才说了湖人 离开湖人已接近一年 但奥多姆 仍忘不了自己 身为湖人求人时的荣耀时刻 一月子今 终身湖人 奥多姆 永远的家在洛杉矶湖人 20.2014年12月9日 沃尔发了疯似的一定要赢下比赛 她在第二个加十赛 独得 十分帮助球队完成逆转 因为这天 仅六岁的小女孩米亚 最终没能逃过死神的宣判 因癌症去世 沃尔在赛后还仿中气不成声 她心痛米亚 那么努力的对抗病魔 却依然无法继续生命 看过视频的球迷都无比被沃尔的行为而感动 生命真是那么脆弱的 二妖 加内特一个人独自坐在曾经的恩师 菲利普方德斯的停车位前 也许有些情感是不能用文字来表达出来的 疑似之伤 真情流露 此刻硬汉千刻 也只能默默留着自己内心那份恩师情 再见了 我的老师 二二 爵士队 以五岁小男孩吉普森 签下一天的球员合同 因为这个小男孩从小至爱来求 无奈被检查出白血病 为了帮助这个小朋友抗病魔 爵士队用这种方法表达了什么是大爱 二三 辛普森儿子特别喜欢库里 为了看他的比赛 可是经济条件不允许 妈妈拿着两张假球票去勇士主场 却被拒之门外 然而勇士队知道后 不仅给了他们VIP待遇 而且还安排他们看球赛 住宿 更让小朋友见到有项库里 也许NBA不仅有钱人才能实现看球梦想 其实这是一个有爱的地方 只要你足够热爱 一切皆有可能 24.2005年5月28日 东部决赛第六场 雷吉 尼勒 告别战 所有球迷高举标牌 Thank you Reggie 为他献上最响亮的掌声和最诚挚的热泪 这一刻 尼勒泪洒现场 而又拥有多少球迷在心中辉泪居下呢 25.2003年全明星赛 是乔丹全明星赛绝唱 在中场休息时 天后玛丽亚凯丽将他经典名曲 DL献给了篮球之神 飞人眼含热泪 之后他走上了中间舞台 进行着他的告别演说 此刻正式宣布那个无所不能的上帝之神 终于要离开了NBA 26 永远不要低估一颗总冠军的心 维斯特为了追逐总冠军 放弃千万年星 从马次到勇士 一路走来 永不放弃 2017年 金周圆梦 那一个他幸福不已 同时满眼泪水 也许金钱也重要 地位也很重要 但是对于他而言 总冠军意味着一切 27 库里客场输球 赛后通道亲吻自己的女儿来历 那一瞬间 他忘记了失利的痛楚 也许生活总是在于篮球 家庭才是永远的依靠 库里在这里找到了温暖 28.2012年总决赛 雷霆失利 杜兰克第一次总决赛之旅 早早收场 尽管他表现得近乎完美 无奈遇上颠崩詹姆斯 赛后通道里 拥抱母亲痛苦的情形 让多少雷霆球迷 多少KD球迷 心痛不已 而杜兰特之又蛮藏着多少的不甘心呢 29.还是杜兰特 在勇士主场接受颁奖仪式的时候 勇士老板将冠军戒指给他的时候 眼里饱含的那种希望 这一年 KD离开雷霆 被人非议 承受着巨大压力 只有夺冠才能为自己证明 那一季面对詹姆斯的三分绝杀 敲碎了所有质疑 此刻他只是个孩子 三菱 邓肯退役求医 波波维奇还没致敬大徒 师徒之情 父子情深 最后波波维奇催泪的一句话 在我哭之前 还要说最后一点 也是最重要的话 现在我可以很坦然的 对邓肯一顾的父母说那句话 这个男人 还是当初你们交给我的那个男人 他还是刚跨进马次大门时的那个邓肯 从来没有改变过 31.2013年 科比为实现对老巴斯的承诺 将胡人带进季后赛 赞与勇士的比赛中 拼到跟剑断裂 令人心痛之余 科比拖着受伤的腿 强忍着伤痛完成了两季罚球 那一年胡人最终打入季后赛 科比实现了自己许下的诺言 这一刻 并多少颗蜜动容 如果没有那一伤 飞万八现在还会不会在赛场呢 32.2016年4月14日 斯台普斯中心 全世界篮球迷都不能错过的科比退役战 科比用他一生的绝学 把自己所有的能量都释放出来 只为了感谢那些陪他一路走来的球迷 那一天 不知多少球迷请假送别 又不知多少球迷 忍不住流泪 心中盗上一声 再见 慢吧